有关侦办金华城案 联政署在有动作 上午约谈前媒体集团总裁 王令玲等十人到案 要厘清金华城的金流 同时简连着手整理相关市政 传出简连掌握柯文哲的 大帐房李文宗 和威京集团顶月开发前 董事长朱雅虎之间 有一段通联对话 被视为是契约收费的证据 随着越多市政被掌握 柯文哲的态度 也转变 甚至拒绝了检方第五步体续 柯文哲卷入金华城案 积压一个多月 简连几乎是每一天 都有新的侦办进度 上午联正学约谈 大约十个人 同步整理相关市政 传出掌握解密了 新的对话通联 109年4月的时候 朱雅虎和柯文哲的 大帐房李文宗对话 朱雅虎先说 小沈很小气 七个人 210好了 感谢560 接着李文宗回答 谢谢将军 被怀疑是假政治现金 真汇款的记录 而且就这么巧 没多久之后 金华城的容积率就提高 变成了560% 调查契约收贵 除了追查朱雅虎 跟李文宗之间的 假政治现金 也要了解沈建金 应小薇 还有柯文哲之间的 便当会 到底说了或约定了什么 另外 陈佩奇 现金分十多次 汇157万 是柯文哲 本来就拥有的财富 还是另有来源 都是调查重点 对话记录 里面也很有可能 已经包含了 期约的证据 未来检方也非常高度的 可能会从金流的方向 来厘清 各个被告之间 是否有收受 汇款的词据 10月1号 柯文哲第五度 被提训的时候 他在不能拒绝的情况下 说我不要出庭 检察官考量 他的身心状况 决定改期 但这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出现 耍赖的态度 8月底 柯文哲加倍搜索 他主动到案说明 检察官问容金率 怎么放宽 他几乎是有问必答 但问到沈清清 行贿应小微 质疑他是否收费的时候 柯文哲突然说 我累了 我是自愿来的 现在想要回家 检方当时 祭出强制作为 当庭逮捕 简辩双方法庭内的大斗法 从那一刻开始 都变得不简单 接下来 整个调查走向 仍旧引起各界关注 记者综合报导